蘇綺 亞若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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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釀醋的 出發心就是要給他喝健康的 我希望每個喝到糖膜醋 让人身体都变好 发酵的过程是把他的营养成分 把它做进一步的转换 但它产生的东西都是对我们人体有益的 你只要把这个我们粗宝宝 用心去发酵制作出来的东西 把它喝到身体里面 然后会帮助你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 人体会越来越健康 心情愉快 这是我的初衷 我们要吃到真正的食物的浩宝 一定是环境 所以你看大环境是 艺术家要把它弄好的 为什么要友善 要无毒 这个我本身这个环境就是那么大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环境就是 我们养成原料的来源 所以来源是非常清楚干净的 然后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 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没有好的环境 没有天然的环境 友善的环境 你吃到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 蝴蝶是环境的一个指标 邻居小朋友走过去 就会跟他妈妈讲说 妈妈 为什么他家有蝴蝶 我们家没有 对 为什么 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物 都在淘一口饭吃 不是吗 人有什么权利说 这个不是我要的 我要把它弄死 人是不是很自私 不要做那些晚上睡不着的事情 在摆摊也议过小朋友 他们其实他们的味蕾是很干净的 对 他们喝到这种天然的东西 他们会习惯 其实这个醋它是 它是有生命的 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尊重的心情去 可以引用它的话 我想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滋养